聖金比較好 你還要再印那個很麻 很印那個東西 其實聖金馬上就可以花了 歡迎收看今天486的追求全民調 年後政府補發6000元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 看大家怎麼說 當然是發現金 消費金多此一舉 可是如果發現金 你會消費嗎還是會存取 我會喔 過年了發錢的時候 他好像是年後才發的 如果發那我就遇失了 我覺得消費券 我覺得消費券比較會有刺激到 因為現金比較容易去打散 現金可能會被存起來 那消費券就可以拿來促進消費這樣 都差不多 發現金的這部分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嗎 因為我看的訊息是說 他只是拿其中一部分出來發 那我覺得既然有多拿出來發 就是如果又有做政單的分配的話 我覺得沒有不好 現金比較好 你想什麼時候花的什麼時候花 因為消費券感覺還有期限還有規則 OK 好像都差不多 但現金這樣就比較方便 對 我現在對於政府任何的那個發錢 都只有一個看法 就是希望他們與其把這個錢 給每一個民眾 不如把就是人情到不好一點 讓小孩就是出門的時候可以行動無礙 消費券就會另外再多一個去製造那些 對啊 主要是覺得那不好 但是現金的話我不知道 他該要用什麼方式去給民眾 現金 現金比較重要 那你覺得6000塊是算多 還是說覺得都OK嗎 這個金額 不多不少 如果之後你拿到這6000塊 你會額外開銷嗎 還是就是固定的開銷上面 應該就是固定開銷 固定開銷上面 就先存著要幹嘛再存 剛出國的基金 因為我們有小孩子 所以應該會就是 那金額也不是說真的很大 就是存到小孩的戶口 對啊 就以後小孩的基金 是了解 額外開銷 應該會拿出去玩 拿出去玩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這6000塊是剛剛好嗎 還是你覺得 當然是上萬 6000其實沒有什麼 那有人有建議 留那1000塊 大家來集中起來 然後變成一人獨得這樣 有點像大樂透這樣 不好那沒有意義 等於是政府在玩一個賭博一樣 沒意義 也沒意義對不對 感覺就是比較有趣吧 就比較好玩一點 對就比較好玩 如果直接給6000塊 就是每個人都有 大家都開心這樣 好的對於政府補發6000元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分享訂閱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